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是我第三次来到小津 小津这个地方是百去不厌 是每一次来北海岛都想去的地方 因为实在太美 海鲜实在太好吃了 所以不用多说 現在第一時間衝去三角市場 上次來三角市場我就吃了這一間 我覺得是很好味的 但看網上Tabay Loco的評分 原來裡面那兩間是很高分的 都是超過3.5分 就是這一間 還有這一間 那我今天就試試這間武田 我這個海鮮湯有三文魚蟹肉 海膽和三文魚子 剛剛試過全部都 神經病的 超好吃超新鮮 尤其是海膽 甜到一點點味都沒有 是100%甜 超新鮮 這裡是我之前沒來過的地方 好漂亮 這條舊國鐵手工線 是北海道第一條開通的鐵道 也就是北海道追究的鐵路來 但1985年這條鐵道就廢除了 但手工線的其中一段路段 南小津站至舊手工站 就得以保存 並轉為觀光用途 這道真是好漂亮 充滿著古舊鐵道的歷史痕跡 影上一流 身為小津的象徵 我可能不探望你了 現在是早上九點十幾分 竟然沒有人 這條小津運河 好棒 其實有的 少少 這條運河的魅力 就是無論日夜都會散發著 一種浪漫懷舊的感覺 有什麼都不做 看著它 感覺真的很舒服 來到少津界丁通 你會見到周圍有很多寫著 哨子的店 哨子就是玻璃的意思 玻璃製品是少津很著名的特產 一個那麼出名玻璃製作的地方 我這次一定要體驗一下才行 我們來到少津大政收治館 選了好像很容易的玻璃豬製作體驗 它本身有三款的基本圖案選擇 但我選了這個期間限定的花形圖案 選好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付錢就可以開始了 製作過程真的很簡單 職員會一對一地教你 雖然主要是用日文講解 但配合動作的指示都很容易理解 推介大家來體驗一下 介丁通商店街真的很好走 除了有很多賣玻璃商品的店 還有很多食店 甜品店 手信店等等等等 就算你本身不太喜歡逛街 都一定會愛上這條介丁通 因為這裡真的很漂亮 大部分都是日式混合西式的歷史建築 在介丁通的尾段 有知名的甜品店 再一次上它的角樓 看看這個童話十字路口 這個是在不同時段 不同天氣都會形成不同景象的十字路口 但共通點是任何時候 都是很美麗和很夢幻 實在太容易有味盡 剛才在三角市場吃的海鮮湯 實在太高質 所以臨離開小樽前 要多吃一次壽司 就來到這間後備非常高的和諾 網上說這間壽司店 價錢合理但品質非常高 連日本當地人都經常來吃 這裡有提供英文的菜單 如果在書宋仔裡沒有來想吃的壽司 那你就可以在order紙上 寫下號碼就可以了 基本的吞拿魚 這個就是拖羅三食 然後還要吃這個粟米軍艦 平時我一定不會點 但現在是北海道 北海道最出名是粟米 所以就專門點這個粟米軍艦試試 好了 いただきます 你可以說 北海道果然是北海道 很少 最基本的吞拿魚 是已經這麼有吞拿魚的味道 很棒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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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都入口已經溶了 很好吃 宿米手撕很厚 我怕跌 很好吃 很好吃 熟米很甜 而且很多軍艦的口 這個油金魚都是必食推介 由於不是很餓的關係 所以吃了就不是很多款 但我肯定這間和諾 是我下次來小樽一定會再end過去的壽司店 超好吃 超值得吃 離開小樽的最後任務 就是吃它的雪糕 以前吃過 它 彩虹的雪糕 今次就吃這個 綠頭出的芝士 配朱古力 吃了一口 超好吃 雪糕質地超厚 芝士味那邊是由五款芝士調製出來 而朱古力味也非常濃郁 加上就是一個非常高質的雪糕 吃到它真的覺得很幸福 為我的小樽之女畫上完美的句號 對 嗱 厲害 告訴他 檸 Scroll hid 你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